那是11話 它的9 我們數字 阿拉伯數字的字 如果8它就算8話 9就是算9話 這在康熙字典裡面講的 所以馬英9的話 它不是因為它的數字 是因為它的格局不錯 它的格局不錯 那像有29的人也不錯 29的人容易嫁給富貴人家 那我乾脆就改名叫29好了 那一定要看 我們相不單論 姓名也是一樣 絕對不單論 它不能說只是一個數字 然後就來決定說 它的好語化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說 一些比較奇特的數字 像31話 我們剛剛有講 蔡萬寧不是加了一個語嗎 它加上去之後 它的帝格就是31的 31話它是經營之神 所以它的經營人際關係 經營它的事業都很厲害的 19話是因為它是鬼才 它是有創造能力的 你看像陀宗康也是有19話 很多人都有19話 它會比較有創造能力 那像這個28的人 它本身我們剛剛講 28是不適合女人用 但是28它如果在房地產業的話 如果男人在房地產業是不錯的 或走金融界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走金融的 有15的人也不錯 在帝格 那就是說 你一定要看你是什麼行業 然後你去配上什麼樣的數字 它就會代財 但是我們一般帝格來講的話 比較不喜歡 它相加的數字是單數 比如說我帝格是27 那2加7是多少 是9 我們帝格就不喜歡相加 如果是單數 帝格是第二個字加第三個字嗎 每加0 第二個字加起來 第二個字加第三個字加起來 比如說像我19 19的話我加起來就是1 那1的話 我們只要帝格加起來是單數的人 135790這些的人 都是代表沒有酷的 沒有酷的人代表說 你就是容易被倒 或者是容易被借錢 或者是家庭特別容易有事 或者是你嫁到的老公 特別容易就是要讓你扛夫債的 所以大家趕快算算看 你的帝格是不是都是單數的 那雙數就比較好嗎 雙數比較不會有家庭業障 比較沒有麻煩 你就加起來是不是 帝格 那可藍呢 可藍是兩個字啊 這樣有沒有入豪門的那幾位 那個藍要有什麼情況 藍的話 藍花的藍嗎 不是 藍色的藍 藍色的藍 那如果我想要賺錢 先給老師算一下 各位你們這樣丟問題 是急著問答 但我想要先問一下 我們前幾點 藍色的藍20話 馬上就算出來 老師好厲害 藍色的藍是20話 因為他如果單名的話 我們單名的人 因為缺一個帝格 所以他20話加1 所以他帝格是21話 所以也是沒有酷的 我們沒有酷的人 廣告之後再偷偷問老師好了 還有什麼要加 所以我們帝格最好加起來 它是偶數會比較好 那老師我有問題要問 如果把名字裡面加個草 就是把筆劃加成草 是不是就可以招桃花 還是就是帶個 我想要賺錢 我就把它改成有金字布的 就可以帶財 那個會比較籠統 我們如果希望有桃花的話 我們常常講 22話帶桃花 所以你可以加起來 你的帝格是22的 他就帶桃花 所以到底怎麼樣 我們還是先進個廣告 回來一下再繼續討論吧 我們剛剛談清明學 其實談到各種不同的格 人格或是地格 我們先導師再仔細問我們 說明一下 這到底是怎麼分的 好 可能很多觀眾都補撒撒 我們先來教 我們的天格是怎麼出來 我們的天格就是 我們的姓加一話 就是我們的天格 那我們的人格就是 我的第一個字加第二個字 七話加九話加出來 就是我的人格 那我的地格就是 我第二個字加第三個字 九話加十話 加出來就是我的地格 我的總格就是 我原來的這三個字 加出來就是我的總格 老師 那如果它是單名呢 單名的話很簡單 我們單名的話就是像我如果是五美的話 那美是九話嘛 九加一 所以我的地格就是實話 那就是我的地格 那演藝圈還有很多其他的老前輩 其實也改過很多有趣的名字了 像譬如說你把名字改得 甚至連動物的名字都加進去 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啊 這個就是燈燈燈燈燈燈燈這個這個 最近夯得不得了 他出國升造了十三年回來之後 我跟你講 一樣大紅大紫 當然就是說 為什麼會叫諸葛亮 大家會覺得說 是不是隨口這樣亂取的 這個是不是他因為在台上 講很多的黃色笑話 為什麼是很諸葛這樣 其實並不是耶 他們說他那時候在秀場那時候 就是演很多很多的劇嘛 然後有一次在演那種 好像有那種短劇啊 他演的是 演的是我們一代的這個 這個族智多謀的諸葛亮喔 他演那個角色 可是他是把他醜角化 然後諸葛亮在台語來講 就叫做 地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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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就故意這樣講得這樣 很快很快 然後音喔 諧音 然後講得很快的時候 然後他又演得很逗趣這樣 你這個地格亮 地格亮 就這樣念念念 就說 就後來就他常演的角色 然後很討喜 就中了那個角色 然後之後也變成他真正的藝名 就叫做地格亮 沿用到現在 雖然他經歷過那種 大起大落對不對 還這樣子被黑道追殺什麼 可是這個名字 讓他在晨淺的13年 竟然還可以在東山再起 65歲東山再起 而且一發不可收拾 而且名字好好記喔 很好記啊 無法忘記這個名字 他家起來有18話 你看小豬 小豬加起來也是18話 他都會比較創造大的運勢 真的 有的時候大家取的名字 讓人家很難以去忘記 譬如說我們剛剛有一位 桃園的甘小姐打進來 她說她的家人幫她取的名字 是院子的院 所以她的名字叫做甘願 那不知道大家聽的 那這邊上看起來很漂亮 這邊上看起來很漂亮 那聽起來就是甘願 不知道妳到底甘不甘願 那我也分享一下 我有一個好朋友 然後她姓唐 然後她的唐妹就叫唐蜜 我覺得好好聽喔 然後如果姓尿就叫唐尿病 對 這樣也好 OK喔 其實那個名字她如果喜歡的時候 她會自我催眠 她就會動氣 會有自己的能量在裡面 但是如果那個名字她不喜歡的時候 用的她還是沒有用的 所以這些逆 這個應該講名字的逆稱 有的是會帶來很多額外的效益 有孝辰哥有這樣子的新聞嗎 呃...逆稱啦 就是哇 她的名字近似的聲音啊 或者是像我這種 很討厭很常幫她取綽號 也不見得 像那個這樣來講 去年事實上有發生了一個新聞 那當時引發了那個 全國一點小小的騷動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去年的時候在桃園 有一個29歲的一個年輕人 一個男子 他在騎一個摩托車 騎到後來之後呢 結果後來就被警察攔下來 攔下來發覺到 他的車牌是ㄎ人家的 你騎摩托車 摩托車是他的 但車牌是別人這樣 後來之後警察就問他說 來 叫什麼名字 就跟他講說 我叫超人 結果後來那個警察就講 你超人我跟扁蝴俠咧這樣子 然後就講 後來之後就兩個就 就警察完全不相信他 他說哪有人叫超人 他對峙起來了 結果後來之後就拿他的身分證一看 果然叫超人 真的 可是他的這個本名是叫什麼 叫做超李寶 超李寶 這個姓很怪 超超的超 這個是安徽人 他父親是安徽人這樣 他當初的時候 從大陸 中國大陸那邊過來的時候 他的父親叫做什麼 叫超雞發 也蠻難聽的 我聽到 基隆的雞 然後那個 就是發達的發 他是誰 是超雞發耶 也不錯啦 真的 感謝你往好處想 對 他有一個姊姊叫超美龍 這樣 然後他姊姊曾經為了這個 這個想要改母姓 他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難聽了 因為在大陸有一種這種話 是罵人的這樣 那當然就我們這位超先生 一開口就超 對 因為他本來叫超李寶 他就覺得是蠻難聽的這樣子 後來之後他就想說 那我就改名字好不好 他本來想說從母姓 結果後來護身所不讓他改 最後他就改成功了 改了叫什麼 叫超人 哇 就很好了 應該很操勞吧 可是這個超人 我們這位超先生 還是流年不利 在把人家車牌鏘來的時候 就在騎摩托車 沒想到就被警察抓到了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有時候改名字 就改到最後的時候 沒有錯 老師講說他可能改了之後 他每天可能照鏡子講 我是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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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人被警察抓了 可是這個常常接電話 人家說你是誰 我是超人 就人家就被有點在罵人 也是 會困擾 所以人家常講說你取名字 不管你要改名 還是幫你下一代取名 要常常不斷地唸 不斷地唸 然後台語也好 什麼都唸 因為會陷入一種 諧音的那種魔咒 而且那唸起來很可怕 我給大家看 這是一個 一對雙胞胎兄弟的名字 大家看一看 這個名字的那個形